来回答煤气,他说想买来长线收息 什么位买好呢?Kinder 其实分注收集,一口气果突然买 你分半年左右分注吸纳的话,我觉得也很安全 但短线的股价,你不要想着会升很多赏 因为我们就是说买东西,我们现在说只看股息率 煤气以往是有派虹股的相关憧憬没错 但问题是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 大部分资金都是选择稳固,增长类型股份上 派虹股的背后道理是什么? 就是不派钱给你,纯粹逼你要投资回到公司上 煤气,这十年里或者未来十年里,我都相信有很稳定的增长 但市场现在不再买你一套 相反你有稳稳的股息率,用来现金收息 纯粹是稳稳的,会有一个优胜之处 所以煤气不会出现一个大上大落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着做一些稳健的投资的话 用一个月工的形式,未来这一年都不会是什么 特别良好的入市时机 但的确有些东西可以摸底 所以我觉得你分几注地收集 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收集完成,放来长线收息 OK,没问题 记住,收息也好,财息兼收也好 比如说,投资年期起码三五七年以上 如果你纯粹短线目标炒上落的话 我老实说那句,公众股的直播率不会特别吸引 谢谢 谢谢 给 viewers 恭喜 看 没有 感谢观看